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是闹得沸沸扬扬,也成为了一大国际热点,欧洲议会作为欧盟的三大机构之一,是欧盟的立法机构,也是核心机构,对于欧洲来说,欧洲议会改选算是一件大事,对于我们来说,欧洲议会的存在感并不强,大多数时候,欧洲议会选举不过像组建了一个中间派联合政府那样无聊,但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可以说是让欧洲真正变了天,恐怕美国对于这个结果是感到极为不高兴的, 以史未尽,可以知心涕,以人未尽,可以明得是 欢迎订阅老海说时,多国执政党惨败,6月9日,欧洲议会选举结束,这次选举在开始时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实际上前几次欧洲议会选举直到结束也没引起什么太大的关注,但今年不一样,多家媒体都采用了一觉醒来,欧洲变天的耸人标题,足以证明这次选举结果给欧洲乃至世界带来了多大的冲击 其实说简单,事情也确实很简单,就是虽然在这次选举中,欧洲传统中间派和交党派仍然保持了领先地位,但极右翼党派获得席次迅速增加 中间派的优势正在缩小,这让欧洲议会同样也面临着右转的风险 欧洲议会的数据显示,右翼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获得了72个席位,极右翼身份与民主党团获得了58个席位,获得席次的数量大幅增加 具体看来,法国总统马克龙所在的复兴党遭遇了惨败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选票数量远高于复兴党 民调数据显示,国民联盟拿到了超过三成选票,可以说是断层第一 作为执政党的复兴党,连极右翼政党的一半选票都没拿到 领先第三名的幅度也十分有限 这对于一直在劝说法国民众不要支持极右翼的马克龙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为此,马克龙甚至在6月9日晚欧洲议会投票结果公布之后 就立刻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选举 在当时的电视讲话中,马克龙直言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不利于捍卫欧洲的政党 马克龙兵行显示,其实就是为了能够尽快收复失地 可对于国民议会的选举结果,外界似乎认为并不乐观 外媒大多认为,鉴于马克龙本人和复兴党的支持率不断下跌 国民联盟很可能会赢得议会的多数希望 到时候,马克龙将不得不接受左右共治的局面 而这就意味着马克龙会失去制定经济、安全等国内重要议程的权利 这将会成为他执政的掣肘,对于马克龙解散议会的举动 其老对手罗米联盟领导人勒庞倒是十分欢迎 他甚至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执政并准备改变法国 极右翼抬头的事情不仅发生在法国,在欧洲其他国家同样如此 比如德国,极右翼在欧洲历史性突破 在马克龙遭遇惨败的时候 德国总理舒尔茨所在的社民党和其执政联盟绿党同样遭遇了滑铁卢 德国目前的执政党是三个政党的联合 可这三个政党只获得了大约30%的选票 其中舒尔茨领导的社民党仅获得了大约14%的选票 同样是一场惨败 执政联盟中的绿党更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 五年前,绿党曾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拿下了超过20%的选票 而现在则连12%都拿不到 与此同时,令德国执政联盟心惊的是 德国右翼政党选择党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 依旧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 资料显示,在选举前选择党的首席候选人退选 党首魏德尔还因为对于政府的不当批评 而不得不道歉,遭到了来自德国社会的批评风暴 但这并没有影响选择党的票数 其所获高于社民党和绿党 得票率从2019年的11%猛增到了现在的16.5% 取得了属于自己的历史最好成绩,这也让选择党成为德国第二大党 德国东部第一大党 不少人认为,这代表着德国社会正在向右偏移 极右翼政党恐怕将会更快崛起 更糟糕的是,整个欧洲都是如此 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希腊等欧洲多国的极右翼政党 所获得的选票都有上升,增幅还不小 这导致很多人认为,欧洲国家极右翼可能会很快掌权 具体来看,比利时总理因为与右翼政党斗争失败而辞职 意大利极右翼政党兄弟党早已在国内议会选举中获胜 此次在欧洲议会的选举中更是获得了历史性的压倒性的优势 西班牙极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已经超过左翼政党10%之多 这次选举结果已经明确显示,极右翼政党正在取得历史性突破 整个欧洲都已经开始右转,而这将在未来影响到欧洲各个国家 因为欧洲议会选举代表的是整个欧洲的民意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欧洲的政治生态变化 还有媒体预测称,极右翼政党在下届欧洲议会选举中 恐怕能够占据约四分之一的席位 这相较于2019年的五分之一将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而且,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对欧洲各国政策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 各国政府都会据此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或应对举措 比如,马克龙就立即解散了国民议会宣布提前选举 我们很难说,接下来会不会有其他国家通过类似的方法 或者别的方案来抵消极右翼崛起对国内政治产生的负面影响和冲击 此外,随着极右翼在欧洲议会站稳脚跟 他们的政策主张将对欧洲产生重要的影响 而这一点,其实对于全球并不利 就算是美国恐怕也不想见到这样的成果 为什么这么说,对于美国是个坏消息 因为极右翼迅速崛起 意味着欧洲各国的政策将更多的体现出本国利益优先这一点 尽管在政治上谈论右翼,左翼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 但是如果简单来理解,说是保护主义或者本国利益优先也可以 极右翼政党的观点大多是保护本地人的机会 排斥外来可能的威胁 比如马克龙最大的竞争对手勒庞的政策中 就包括了反对非法移民,严格边境控制 反对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等 为此,勒庞还被称之为法国的特朗普 为什么欧洲极右翼能够崛起 此前因为全球疫情,俄冲突等原因 欧洲人的日子并不好过 在生活成本节节上升的情况下 因为战争所带来的难民等移民还在不断增加 这些难民从某种程度上抢走了欧洲人的工作机会和社会福利 又影响了欧洲的社会治安 让欧洲人焦虑又失望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欧洲人自然就开始转向本国利益优先的极右翼政党 以极右翼政党的代表性观点反移民来说 光是这一点就获得了不少欧洲人的支持 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显示 2022年共有698万人移民欧洲 这是仅次于2015年的高峰 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非法移民 而这对欧洲人来说是相当大的冲击 因为疫情之后 欧洲人的日子都不好过 尤其是2022年年末以来 整个欧洲的经济几乎都陷入了停滞 数据显示 2023年欧元区的经济只增长了0.5% 跟没涨也没什么区别 2024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则是0.4% 总之看起来没什么希望 而极右翼迅速抬头的德国经济在萎缩 今年一季度的GDP环比下降了0.2% 就这还因为降幅没有扩大而好于预期 法国也没好到哪里去 一季度GDP环比增幅只有1.1% 只有美国的一半都不到 所以欧洲人现在的想法很简单 不希望移民来争强本就不多的就业机会 更不希望非法移民给社会造成更多问题 反移民呼声高涨 给了极右翼扩大支持基础的机会 可极右翼的崛起却让美国感到很不高兴 从反移民本国利益优先 就能看出极右翼是反全球化的 又或者说是反对国际合作的 这对于美国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 长期以来 美国都将欧洲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尤其是在俄乌冲突中 美国更是迫使欧洲 就算是自损1000也要制裁俄罗斯 还趁机收割了一波欧洲 而一旦欧洲右转 意味着他们将会排斥跟随美国 或者跟美国合作 这是美国不想见到的局面 事实上 法国极右翼乐旁的政见之一 就是不跟随美国的政策 简单而言 如果真的让极右翼在欧洲议会 乃至整个欧洲政坛站稳脚跟 那么就算短期内美国还能绑架欧洲各国 让他们跟随自己 但长期来看 欧洲各国肯定会选择跳车 美国也将失去这一个重要的盟友 陷入更加不利的局面 当然 整个欧洲右转 逆全球化而行 实际上对于我国乃至对于全球 都是不利的 因为他们可能会对外采取更多保守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这同样对我国以及全球的经济发展 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见